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萧惠文 吴兆南的徒弟郎祖云 在脸书发出了紧急通知 他说敬爱的师父 相声大师吴兆南先生 在洛杉矶家中安详辞世 享受93岁 吴兆南上台鞠躬 吴兆南上台一鞠躬已经成为绝项 国宝级相声大师吴兆南辞世 享年93岁 这个消息一出震动了整个文艺界 吴兆南又年成长于北京胡同里 自小爱听说书 诗是相声泰斗侯宝林大师 他与魏龙豪两人搭档超过40年 出版了相声选粹 相声补义等唱片 代表作是相声寂静 让我们来一起回顾吴兆南 在八年前的一段影片 我们就说这个上台鞠躬 那时候呢 有我还有陈亦安 还有魏龙豪 我们轮流着说相声 说上台鞠躬啊 只说一回都没鞠躬 用的坐着呢 前头这桌子还有这个麦克风啊 如果真鞠躬的话 脑子还碰了麦克风了 这句词啊 传流了有五十多年五十六年了 今天呢总算是鞠躬了 吴兆南开设相声聚一社 开启了相声的辉煌时代 他从事相声和京剧表演 曾经获得了新传奖 金顶奖 文化奖 美国林肯艺术中心 终身成就奖等诸多奖项 也获得了文件会 民国一百年 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 相声类人间国宝 吴兆南在获得第二十届 传艺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士 曾说 年轻时说相声是为了活着 而后活着就是为了说相声 大师为相声界 打下了坚固的基石 更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吴大师虽已辞世 但是他却把欢笑留给了诗人 在这里 朱大师一路走好 中天频道编辑报道